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写意文化出版社的总编辑韦琪 还有《亲爱的还是要幸福》这本书的作者 欣妃一起来到节目现场介绍她的书 嗨,韦琪好 大家好,我是写意文化创意出版社总编辑韦琪 嗨,欣妃好 金铭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欣妃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比较轻松,对不对 我们要聊的是《亲爱的还是要幸福》 那这是一个两亲爱情方面的书 那一开始是不是请韦琪来介绍一下 你们写意文化出版社当初是怎么样接触到欣妃 然后出这本新书在今年的三月份 是,这本书《亲爱的还是要幸福》作者欣妃 是我们写意文化今年上半年的强力主打 那当初是因为其实我们社长 他本身有在写词 那欣妃也是非常多才多艺 那他有在写词 所以呢,有一次他们在作词人的聚会上面就认识了 那之后欣妃就跟我们来聊聊 那他其实平常就有很多专栏 那他也有出版的计划 那他也有提到说 之前他可能跟其他出版社接洽的时候 就比较没有那么有效率 那进度也没那么快 但是跟我们一起谈之后就一拍即合 所以我们马上开始筹备他的书 那这样表示你们比较有眼光啊 你们效率比较快 对,就是要自夸一下 真的非常有效率 因为我谈性速度很快这样子 那欣妃之前在很多网路的专人都是专人作家对不对 对 那主要就是两性跟爱情方面 没错没错 像我们这本新书都几乎就是全新写过的 我们不会像其他的书一样 就是这样大把网路上的专人抓起来大会儿集这样子 可是有一点我很好奇 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也会有一些好奇 其实有些爱情的过程或生命的经验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因为你可能自己走过痛过你才会了解 那欣妃你这么年轻 为什么能够把爱情写得这么透彻呢 其实还蛮幸运的一点就是 我身边朋友几乎都是异性 然后所以因此比较了解男性的他们的想法 就是大家有问题都会找你谈 对 然后谈久了你就了解原来是这个 可是爱情因人而异 就是同一个法则可能到了不同的男人 他又是不同的结果耶 对 虽然说每个人就是世界上人白白肿 可是作为男性跟女性还是一样 一定要有一定会有那个共通性 共通性存在 比如说女性就算再怎么坚强 还是会想要依靠 心中还是有柔软的那一块 对心中还有柔软的一面 但是男性他们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男生 他们可能表面上很威武很厉害 可是他们在爱人面前 他们就像小孩一样 蠢多男生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有时候男生也会很幼稚 对 那围棋你呢 你怎么看这本书 因为我知道你们也出过很多财经的 那也有旅游的 那关于这本书 应该是你们第一次的体验 对不对 是 那其实两 我跟我们社长跟编辑方面呢 其实一直对于两性这方面都很有兴趣 只是我们当然也想要找到属于我们出版社专属的明星作家 所以我们也是精挑戏选最后跟心飞就非常合得来 所以就决定帮他出这本书 那整个出出过程应该有很多的开会讨论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一定要非常特别提就是心飞真的很有效率 就是我们每次开完会议都会抓一个时间点 那通常有时候其他作者可能就会delay 但心飞就马上 时间一到马上升出来 所以我们每次进度都非常 都照表操课真的都没有delay到 那表示心飞他生活应该非常规律对不对 对在意的事情很规律 对啊因为很多作家或者是很多艺术家 其实生活可能就会比较 对 慵懒一点 然后可能就会脱稿啊 或者是对不对 对 那出版社应该就很怕遇到这种状况 对但我们都会抓一点保留的弹性来 就人都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情形 是人之常情 只是因为心飞真的特别 非常有效率 然后说到几点马上就生出来这样子 嗯那心飞你长期写一些网路专门 你怎么样去产生这么多灵感 因为其实一件事情如果常常做就不容易 我觉得 对没错 我觉得金明哥说的 所以读者来信就很重要 他们就是很很棒的一个灵感来源 也是他们来信我帮他们解决 他们很开心 然后我也会有灵感产生这样 对他们读者都非常信任心飞 愿意把他们的问题或是一些心得分享给他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人会挑他自己想听的 就是你的建议如果是他需要的他就听进去 那如果他不想听 他就觉得你的建议根本没用了 哦对 所以这时候就是非常需要有技巧的跟他讲 一方面要肯定 比如说肯定他很坚强 但是也要鼓励他说 因为你太坚强 所以你没有看到你就是错的那一面 然后鼓励他走出来这样 我觉得谈爱情实在是不太容易 像我们这样的男生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他是生活的一部分可是没有绝对需要的 哦真的吗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努力工作这样子 打拼事业 对可能到了年纪还没到吧 应该是比较年轻20岁会很向往 或是比较年老他会需要个老伴这样子 对在打拼中的男生真的另一半就需要体贴一点 所以好像会出问题的都是这个年纪的男生对不对 对因为有时候女生希望男生可以打拼赚大钱 可是另一方面希望男生可以多陪他 这样男生就变得累 很为难 这样是不是觉得我觉得两性之间 是不是男生的问题通常会比较大对不对 可能说也不是说谁问题大 就是可能大家会有一些难处在 对 你要互相为难 对就是有句名言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男人也很会为难女人 或者是女人很会为难男的 对 因为男人想的可能是失业 可是女人要的是下班两个人的小聚啊 对尤其有些女人很喜欢男生下班的时候 就是一直抓住机会想要跟他多聊一下 但是男生那时候可能就很累 尤其那种我在外面可能跑业务什么 就已经不想要再讲话了 女生就会说 拜托你就是你都不想听我讲话 那你是不是就是感情变了怎么样的 男生就会很为难 对而且我记得有一本财经书写说 其实你的成功是在于你下班之后 对啊 真的好为难哦 你上班跟大家做的事情都一样 你就要靠下班去进修啊 去努力这样子 甚至包括假日 你还要安排很多课程 对 可是女人要的就是 也没有全部 也没有全部 有些女生会需要多一点陪伴这样子 没错 而且我觉得写网路专栏的作家 非常多 那欣贝你觉得你的个人特质 跟他们在哪一点的差异性 我个人是走向 文章方面比较走向理性 然后带一点点这种幽默的感觉 嗯 一般好像还没有这种文章 他们的避风 而且我觉得你文章很技巧 都会带到一些现实 比如说流行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电影的一些元素 看起来就蛮特别的 表示你动漫啊电影的一些角色来做批语 那表示你是每天就是在吸收这些东西 有有每天吸收 这样写的才会深入年轻人的心坎里 对没错 嗯 那维琪你呢 你我觉得你 你的特质是女孩子 可是你又有那种女强人的特质呢 我女强人太歪漏了吗 对啊 发起歪漏 你怎么看这本书啊 嗯 其实我在介绍的时候都会说这本书 其实算它的书名是比较偏 让我们心情一约梦幻一点的类型 可是它里面的30篇故事 其实都非常的现实的 对 就都是大家 不管是学生时代 或是出社会之后 你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 那一个用小故事来带出遇到问题 然后跟建议你怎么做 所以说就是不是在一些讲风话学院啊 或是一些虚无飘飘的话 是真的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那建议的解决方法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务实的 而且看起来好像书名是适合女孩子看 对 可是男孩子应该也要看对不对 对我觉得男孩子要看 因为如果男女可以找到两个平衡的相处 知道的话 感情路上会走得更顺 嗯 好那聊到这边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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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隔内东京 是否还在飘雨 台北好天气 我好想念你 星光闪耀 尽是能遇见你正好 I believe 话不说 你也知道 这门的世界因为有何理 一切都改变 就连个夜里一杯 连茶咖啡 都变得香甜 不害怕 不担心 我和幸福有缘地 就算是紧握也不离 因为思念让爱临距离 为了你 我愿意 多用心照顾自己 也请你千万别忘记 我们怎和幸福有约定 Oh baby 别贪心 别害怕 会藏你的心 紧紧收好你一种 都不可以跟着我 你细节不会忘记 让你是我的唯一 我只是命运的生命 空的天空 想念我 想念你花朵 你是星光 我只是想念你 想念你 我的作曲 或许多也是 你 心碎有约定 预期 时尚 也不想念你 是否还 çıkar 彩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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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 believe 话不说 你也知道 城门的世界 因为有了你 一切都改变 就连隔夜的一杯 连茶咖啡 都变得香甜 我害怕 不担心 我和幸福有愿意 就算是寂寞也不离 因为思念让爱临距离 为了你 我愿意 多用心照顾自己 现在正在播放的是由SHE所演唱的 《我和幸福有约定》 是由潘邪庆作词作曲 那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们第四章专辑 Together 新歌加精选 是在2003年1月所发行 当时在台湾的销售量大约28万张 我和幸福有愿意 就算是寂寞也不离 因为思念让爱临距离 为了你 我愿意 多用心照顾自己 也请你千万别忘记 我们怎和幸福有约定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金铭主持的FB新鲜事 那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本新书 《协议文化》在今年3月所出版的 《亲爱的还是要幸福》 那在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作家 辛菲 还有《协议文化》的总编辑 韦琪 大家好 我是韦琪 大家好 我是辛菲 那辛菲现在开始是不是就来具体 让我们介绍你这本新书 其实里面是30篇小故事 好 这本新书除了30篇小故事之外 还有我提出的一些观点 以及女生不知道男性的想法 还有男生不知道女生的想法 然后帮助男女读者都可以在书中 找出属于彼此的相处之道 其实只要两个人相爱好像问题都很简单 那如果只要有一方不爱对方的话 甚至一点小事都会变成借口 对 没错 跟吵架的理由 没错 就像有些男生他们 像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提到的 就是如果男生下班的话 然后女生想要找机会就是聊天什么的 那其实有些男生他们因为很爱女生 所以他们会拨空的即使一分钟也好 会陪他讲讲话 然后如果真的不爱对方的话 撇除很累的原因之外 如果真的不爱对方 他们可能就直接说 啊你很烦欸 那就走掉了 对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热恋期的时候 男生比较会配合 对 没错 可是一旦那个甜蜜期过了 或者是说到手之后啊 那个很快那种感觉 就会觉得女生是个困扰 是个麻烦这样子 哦 可能因为男生如果到手之后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那既然我们两个都在一起 那就要学会相处跟生活 然后也不太敢把女生一直捧在手掌心上 可能也怕宠坏之类的 嗯 对啊 因为大家现在都很怕公主病 男生怕遇到公主 女生也怕被说欸你有公主病 所以大家现在都这个词都还蛮敏感的 而且女生她姐妹她很多 她们彼此会比较啊 她说她的男友带她干嘛 她的男友送她怎么样 这倒是真的 啊就一比下去就没完没了 男生就会觉得哇 对 那维琪你以前大学到现在 应该也是校园风云人物 那谈谈你自己啊 也不是一定要校园风云人物 就是有谈过几段感情 那我也是有时候自己会犯一些错误 或是回头审视的时候会觉得 那当初自己不应该这样 所以也是慢慢修正慢慢修正这样 那你自己在那个角色扮演之间 你觉得扮演的好吗 就是我觉得你在你身上有一些很强的特质 你觉得你转换的技巧好吗 呃这一两年比较好 还是跟社会历练有关系 对对对 等一下可能就是如果我在工作的心思或状态 比如说刚回家或者在上班时间 真的就是不要跟我废话 那如果晚上回家自己突然放松下来 反正自己废话很多 然后一直去弄另外一方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啊那谈到这个我会想问心扉啊 那你这么年轻 你的这个爱情历练到底怎么来的 除了读者跟你互动之外 你平常还有靠哪方面去吸收吗 我个人在情感上面都还算蛮顺的 就是我可以就是让对方照我想要的剧本去走 这样子玩弄一哭唱之结果 就是好结果 好结果 但是网友的问题或者是你读者问题千奇百怪啊 对是蛮千奇百怪的 但是我觉得感情最重要的 就像我昨天有跟一个朋友聊到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就是那时候我们的结论就是说 在感情里面如果你不说我也不说的话 那就是注定错过这样子 所以感情一定要多沟通 那千奇百怪的理由可能有时候 就是他们自己小剧长老 但是就不敢跟另一半讲 所以就变成说 他们一直在心里胡思乱想 所以就丢出一些奇怪的问题 那这时候就鼓励他们说 要多走出来 多坦白跟对方沟通 这样就有可能会解决 而且既然要沟通 我觉得沟通的时机是不是也是有问题 如果男孩子刚下班那很累 女孩子都可能要沟通 会反而只是吵架而已对不对 对就像那时候我还看到 某一个综艺节目有人说 就是喜欢在老公上班的时候 或者是准备要工作之前 一直就是碎念 他说要把家事做好 把衣服收好什么 那当然男生这时候都听不进去 因为他准备 他忙着要去上班 所以沟通时机真的是很重要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书的大部分内容 就是好像都是心里的成分比较多 不像有些作家 都可能还要参考血型 星座然后提出建议 对 因为血型跟星座 虽然可能会有些共同性 但是我觉得爱情还是来自于人性 所以还是用人性的角度去看爱情 会比较准确 所以心里的成分的分析比较大 对 好 那围棋又换你了 我个人只对交往过的星座认识 其他都不知道 所以你对于血型星座也不会特别去迷信吗 有一两个是我的黑名单 其他都没有 就是绝对拒绝往来的 对 可是那如果刚好是那个黑名单的 那些人就很倒霉对不对 不会啊 所以他们也不喜欢我们在请 搞不好你也是他的黑名单 对 我觉得很多分析其实在某部分都有他的一些道理 可是套用在个人身上其实还是要做修整 对 所以有时候书系的媒介 就是我们可以作家跟读者可以借助书沟通 但是读者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过来问我们 因为有时候一对一聊会比较准确一点 嗯 那后来互动这样子 当然有一些好的结果他一定会跟你讲 那有没有读者可能问到问题最后 你也失去联络 我不知道他们结局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目前还蛮幸运的就是说他们都会回报 然后虽然说有些人是可能回报说 嗯谢谢你的建议我已经走出来了 但是至少还没有说就是反驳就是说 你这讲的不对啊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那你觉得你这本书他的读者群啊 大概是什么年纪适合 是年轻的这个世代需要谈爱情的 还是说大概中年人 目前这本书还是比较偏向年轻的世代 嗯哼 因为这本书除了说教相处之道之外 我们还有几篇是教 比如说女生要保护自己 就是不要陷入爱河之后 可能就什么都不管了 然后然后 对 伤害到自己心灵跟身体 伤害到 没错没错 我觉得你的写作其实还蛮大胆 包括你会挑战一些禁忌 包括你在有一篇有写到说 其实男孩子如果要求女方女生堕胎 他也是负责的一种表现 那光是这个文字 有些女生就会很激烈 说怎么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子 哦没错 对 因为有些男生他们 男生要求女生堕胎 男生会说 那是因为我有考量过后 我们真的现在没办法养 所以我觉得 我要求就是你堕胎 那也是我的一种负责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还没办法负起 就是说养小孩责任 那女生天然就会很伤心 就是说 那既然有怀孕 那不是就要结婚吗 那这样你就不想负责了哦 所以就是女生还是要多保护自己 嗯 因为男生他们 他们觉得那样子就已经负责 那那下次就可能小心点 不然我还能怎么做 就会变得有点 两个人可能之间也会变得有点疙瘩 所以女生也是要保护自己 男生也尽量要保护女生 这样才是爱她的一种表现 源头都是要好好保护自己 跟教育跟观念这方面 但事情真的要发生 终究还是得跟现实妥协啦 不然 当然不是每个人状况 男生都是说要叫你堕胎或是什么 还是有人会决定要结婚 然后生下来 只是必定是会有一种 就是现实低头 那我们可能要考虑堕胎 因为我们两方的本人 或是家人都养不起这样子 对而且有时候 嗯 结婚也不代表说一定幸福 跟结婚 结婚后可能更惨 反正是问题的开始 所以有时候结婚 反而没办法解决问题 反而问题的更大 所以如果两个人真的 不小心有怀孕 不管是堕胎 还是说要结婚 一定都要想清楚 对啊 因为如果说真的没有能力 生下来 其实他又变成另外一个不负责 就是这个小孩子过得不好 对啊 那我相信遇到这种事情 大家都不愿意发生 那只是说 有时候生活觉得就是 总会有很多意外 就是感情并不一定会 顺你的规划去走的 对 包括你在里面也有一些例子 其实 女孩子他有时候 会为了男生 牺牲她的兴趣 她的工作 比如说你有一篇提到说 陪着男友去打网路游戏 对 为了了解她 然后融络她 最后其实搞到自己 还是连工作都没了 对啊 真的很多女生都是想说 我会不会进入男生的兴趣圈里面 我就可以打入她的世界 更走入她的心 然后别人就没办法跟我抢 但除非说 那个女生她本身 对这个兴趣也是很拿手 不然是真的有兴趣 否则男生有时候觉得 女生这样做其实有点点烦 或者是黏人 因为她觉得说她可能 还要教她怎么打怪 或者是说 对对对 什么球 要怎么拿球拍 就连球拍都不会拿 那这样子的话 反而是干扰她的一种放松 跟生活 女生想要表现体贴 可是到了那个时候 反而是露出了很多 她本来就不专门的东西 让男生更厌倦 对 就像你讲的 跟着男生去骑重机 结果连党都不会打 还把男生的重机摔到 男生就会恨死这女生了 对 真的是返校过了 那为期你以前有没有干过这种事 年轻的时候 也是有就是配合对方 曾经有一任就是配合很多 那后来就搞得自己 就是变成 里外不适人 对或者是自我价值感低落这样 曾经也有过这样一段时期 但好像就是某一天突然觉醒了 然后就是在 就抛下了这一段这样 觉醒那一刻是怎么样 是突然面对镜子 然后就觉得自己不像人 然后就重生了吗 呃 就会觉得说 好像到底做了这些是为了什么 那想不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跟到底谁又比较开心 那 那就有一种 那不如归去的感觉 然后最后结局就是分手 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终于解脱了这样子 对就好像才回到一个 其实我本来是一个这样子 或者原本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 好像大部分的女生 都比较会为男生牺牲 男生为女生牺牲 然后改变兴趣的比较少吧 这个例子 他们可能牺牲另外一种 但牺牲兴趣的时代还比较少 对啊 你有遇到读者这样子吗 男生为了女生改变 就完不回女孩子的心了 男生为女生改变 是有看过男生为女生 比如说减重 或者是尽量戒掉抽烟这种的 还是有 但是如果是说比如说 兴趣的话 的确是比较少 因为女生他们比较会 为了男生去 比较会去依附男生 有时候在爱情里面 那男生他们比较会懂得 就是做自己的原则 男生他们比较不会 特别去为了一个女生 比如说换工作 或者是换租屋处 因为像有的女生 他们会想要拉近 原本很远距离 但是为了要拉近彼此之间 他就会搬到 男生家附近 或者去换到男生家附近的一些 比如说便利商店 或者是一些公司去工作 为了究竟照顾男孩子 对 然后可能会趁男生上班的时候 进去他的房间 帮他洗衣服 折好 可是结果预期 男生回来之后的反应 可能是很生气 居然不是很感谢他 对 男生可能就不太会 他还是像在原本的地方上班 原本的住家住 他就不会为了女生 搬到别的地方 不过你讲的男生为女生改变 好像大部分都是 坏习惯比较多 对 坏习惯比较多 喝酒抽烟 然后体重 反而很少是好习惯为女生改变 男生好像就没有那么伟大 男生其实我个人觉得 如果为了女生改掉坏习惯 还蛮伟大的 因为有些男生他们觉得说 这些坏习惯可能是 像他们兄弟般的存在 在我还没认识你之前 烟就跟着我 我就跟烟做好朋友 你是后面出现 对 后面出现 为了你招弃我好朋友 对 没错 所以这方面我个人觉得 男生还蛮伟大的 不过如果真的改变了 对男生其实健康也是好的 对 是好的 那聊到这边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这一年忙到手见面 下一次大概是她的婚宴 仿佛是昨天谁泪流满脸 春年就要庆祝下个春天 才让人羡慕 甚至掺杂一点嫉妒 不至于孤独 真是把工作当归宿 你们都羡慕 我累积的飞行隶属 勉强也过出 另一种满足 现在正在为听众朋友播放的是 杨承琳她在2014年 雙城系这张专辑里面的一条歌 叫做 《其实我们值得幸福》 那这首歌的作词呢 是管起源 作曲是彭学斌 是由张亦凡所编曲 《其实我们值得幸福》 还不到时候认输 别中了情歌的毒 寂寞不知坏处 没有必要 记忆着找人爱多苦 更谢过去 更谢过去 拯救我的幸福 我们这一年 我们这一年 忙到少见面 下一次大概是 她的婚宴 这一年 仿佛是昨天 谁泪流满脸 转眼就要庆祝 下个春天 才让人羡慕 甚至残杂一点嫉妒 不至于孤独 真是把工作当归宿 你们都羡慕 我累积的飞行离输 勉强野火出 另一种满足 真的 既然我们可以幸福 就不要拼拼回顾 谁的青春不糊涂 错爱只是过渡 其实我们值得幸福 还不到时候认输 别中了情歌的毒 寂寞不知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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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必要 记忆着 找人爱多苦 感谢过去 感谢过去 成就我的幸福 寂寂寞不知坏处 寂寞不知坏处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记忆着 找人爱多苦 我们别哭 爱不会被辜负 我们都值得被远负 我们都值得被远负 全顾 想望心灵与山川对话 暗恋步履与旋律共同 汉生广播电台 与您共寻心灵的桃花园 收听汉生品味人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这里是汉生广播电台 由金铭主持的FB新鲜4 我们节目呢 在汉生的调幅调频 每个礼拜三以及礼拜十 下午1点到2点为你联播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亲爱的还是要幸福 这是写意文化所出版 在现场呢 我们邀请到作者星飞 以及写意文化的总编辑 薇琪 大家好 我是薇琪 大家好 我是星飞 那我们刚刚已经聊了两段 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现代男女交往之间 一个很重要的杀手 就是手机 然后网路这个问题 那你在里面张杰也有提到 别让虚拟科技成为现实生活的小善 真的 因为像以前网路上的流传 一句还蛮活的话 就是说 就是以前古代的时候 然后车马很慢 所以爱一个人要花掉一生 但现在手机传达很快 所以男生跟女生交流数字变得很快 所以可以爱很多人的意思 他刚后面好像蛮修饰的 对 对 因为以前古代好像一辈子就认定一个人 而且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看那个古装剧 那女孩子被修掉还很羞耻 对 他觉得很可怜 然后可能还活不下去要去自杀 对 可是现在已经几乎都变常态了 真的 那我们讲到这个虚拟科技 好像男生沉迷比较多 对不对 对 男生还是比女生沉迷的多一点 尤其现在那个比如说交友APP 对 就很流行 然后有时候男生他们就是可能已经有另一半了 但还是会去那边就是加好友 加一些不认识的人 然后甚至可能约出来说要干嘛 要见面什么的 然后女生就很不了解说 为什么男生已经有我了 他还是要去网络上认识那些陌生人呢 那在书里面就有提到说 这些男生有可能就是 他们可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万人迷 偶像在自我经营 对 偶像自我经营 一个女生的爱是无法满足她的 所以她需要有更多的爱来满足她 她的安全感或者是她的感情就像无底洞一样 她需要不断的交友APP 她才会觉得说自己好受欢迎 她也需要重心拱月一下 对 讲到这个确实很多男生就是 只要看到女生的大头跌长得还不错 就加好友加好友加好友 对啊 然后一加之后当然有时候难免看到什么 就会私讯稍微聊一下 好像这样一不小心就会有一些火花一些问题出来 对像我前几天有说到一个女生读者 她也是说 她无意中发现男生背着她玩交友APP 而且已经聊了一阵子 她很受伤 因为她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两个不是很好吗 那还值得你去外面找别人吗 但我个人是跟她讲说 这种男生 其实她当她会这么做的话 她已经就是不准重你了 嗯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如果不管是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如果这样子 都应该算是精神外遇了 没错啊 我觉得不管她聊的内容是 有没有那些暧昧的成分 即使她聊的是震惊的女孩子 也会受不了 她觉得你有心思 你应该跟我讲 你怎么会跟一个陌生的女孩子讲 对 然后这时候有可能这个人会有借口说 那是因为我每次跟你讲话 你都不听我讲 所以我只好去外面寻求 就是会听我讲话的人 未借疏压这样子 对 我一起你能接受啊 如果你的男友 跟一个陌生的女孩子 也许讲的是震惊话 你受得了吗 嗯 震惊话OK啊 就是像比如说 我觉得虽然有男女朋友 大家还是可以有交朋友啊 就正常交朋友吃饭啊 或是什么OK 就不要太过于单独 或者是太密集的话 这样都是正常范围 因为大家本来都互相会有朋友 嗯 那刚刚当然心飞那个讲的是说 这男生就是 一直要去找别的女生 烈焰的心态 对对对对 就齐心可意了 可是有时候这种 一刹那间有时候聊的 不小心就会出问题 也许是震惊的 可是聊到最后可能 突然觉得兴趣很合 那个女生如果刚好失恋 对啊 怕女生需要拍拍 对啊那怎么办呢 而且我其实像我觉得 像我们现在自己跟朋友出去 可能我们约个吃饭吃完聊 聊完之后 然后就各自滑手机 不是只有男女朋友 对啊 连同性之间都会变这样子 真的有时候 像我之前有跟一对情侣出去玩 然后我们去某个游乐园玩 游乐园不是应该大家都很开心 是 就是这样子到处逛 看那个游街表演 然后结果他们两个就一直顾着滑手机 就是两个人分别曾经在手机世界里面 所以他们在一起很久了吗 其实还蛮久的 可能就是习惯了 对习惯 但是我个人觉得 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说 在现代或许 我们不看手机 然后已毒很快就回 就是真爱 门槛低到已毒超快回 就是爱了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回太快 好像就没有经过思考 如果那个是没有营养的文 你当然顺手就回一下 那如果是正经事 你突然就回了 回错了 糟糕了 像我一期就 跟我回礼拜天 要来访问 我很多事情都在那个边走路 我不是跟你讲 四天的前后 你干嘛给我约个四天的中间 我就很闷你知道 可是我居然还答应 哦真的哦 不好意思 那太爽了 后来才发现她手指飞大 离拜五 因为按到离拜天了 哦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 手机也要 也要看清楚 那其实我觉得 如果只是聊天 那都还比较简单 刚刚你聊的 那个是交友APP 那比较麻烦 因为那个交友APP 类似像爱情公寓 它可能一开始的心态 就是交男女朋友 嗯 好像很少纯交友的 对 但其实有时候 有时候像之前跟一个读者聊 我发现 有时候 那个人 他本身心态有问题 但是如果 比如说男生 对女生付出太多 然后女生都一直 当公主 当女王 然后不对男生付出的话 男生会感到很心碎 他反而会去外面找别人 嗯 所以有时候觉得 可能当 另一半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可能就代表说 两个人已经有问题了 所以要 从根源去看说 他是本身就是这样的个性的人 还是 有一方付出平等差太多 差距太大 对 要去找那根源 对啊 因为有时候女孩子 他可能也是被一些现代 现代的一些文化所洗脑 因为女孩子就是 他就是要被男人疼 他就是来当女王 男生就是要照顾他 那男生有时候会照顾得很累 但也会很困扰 对 然后照顾得很累 他就会想说 这不是他要的恋爱 他就会开始去 因为现在手机又很方便 然后就开始下载APP开始交友了 然后女生这时候才看到说 可能 就会觉得很不解 嗯 但其实两个人早就已经有问题了 是啊 是啊 我觉得像我以前 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就是 跟以前的女朋友约了 可能我迟到 可是他就很生气 可是他不知道我那时候 是在公司被垫得很惨 因为我们那时候 还是社会新鲜人 所以就是 会有很多痛苦的职场经验 那自然有时候 就会耽误到 约会时间 对 那女孩子并不一定能够谅解 对 真的 这种女生的话 除了就是沟通之外 还有两个真的要互相体谅 因为我觉得 当一个人 从一个人本来是单身 然后变成两个人 恋爱就代表说 彼此走到对方的生活里面 那就要找出 两个人的生活的相处之道 嗯 那你这三十篇的小故事 我觉得看了之后 我比较有感觉的 有印象的就是 其实感情谈到最后 就变成家人 那才是最高的境界 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 没错 因为有些很多人 尤其现在就说 嗯 感情变淡了所以分手 嗯 我们太像家人了 不像 没有恋人的激情了 所以就分手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当两个人感情变到像家人 代表说 你们已经 可以不仅看到对方优点 还可以接纳彼此的缺点 然后不仅看到对方风光一面 还可以互相扶持走过低潮的那一部分 所以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感情变淡 但是无法取代就是 彼此的默契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对啊 我觉得 恋人可能会来来去去 可是家人就 一辈子就是这些人 他不会变的 对 像有些人就是 可能恋爱的时候 我觉得对方一切很美好 可是生病了 然后照顾久一点 就开始觉得烦了 对对对 但家人就不会 大部分真的有长久的感情 还是会走到家人这段啊 除非你一天都晚在换恋人 他一直在乐恋期 那你过去有那种 像家人的那种感觉吗 我现在就有 现在就是啊 现在就有家人 现在就是最后一个了 应该是喔 应该是喔 但是有时候就是 像家人 但是他又少了一些新鲜感 跟就像你讲的 又少了一些感情的调剂 对不对 喔对 所以这就是两个人 一定要一起去探索的 比如说 两个人可以在生日的时候 平常两个人都很忙 但是在生日的时候 可以来一点很浪漫的晚餐 这类的 重新找回那种恋爱的感觉 那个 心非在网路上有一段小影片 那个 傻娇的三个方法 对 傻娇的三个方法 虽然我们 看不到表情 但是我现在也是想要 你用声音来表达一下 傻娇的三个方法 我觉得好有意思 喔真的吗 傻娇的三个方法 我记得那时候 教大家的第一个方法 好像是眼神对吧 喔对 就是说 就是 你如果喜欢对方的话 或者是你们两个 一定在交往中的话 就是可以 多带一点笑容 嗯 多带一点笑容 笑而不达 然后用看的这样 对 因为笑容真的就是 男生会觉得 可以笑尽心看里面 让他觉得 也很开心 因为男生 他们比较不会将情绪 表达在脸上 所以有时候你的笑容 会让男生觉得说 好像 是在替他微笑 嗯 会受到这种感染 对 女生先笑 女生先笑 然后女孩子有时候 还适时的装笨 不是真的笨 但是装笨 男生就会觉得 哎呀好 不照顾你怎么办 你那么笨 你那么笨 对 这也是傻娇的方式之一 对 就是聪明女生的 装笨法 对 千万不要真的笨 对 偶尔来一下 调剂一下 对 我有来一下调剂一下 好 最后那个维琪 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呃 其实网路在写感情跟两性方面的作家非常多 那你看到星飞他的特质是有别于其他的作家哪里不一样的地方 在你们整个编辑这本书之前 他我刚认识星飞的时候他给我一个印象深刻就是他的本人跟他的文笔反差很大 那观众可能现在看不到 但是观众可以看书的封面 还有他的粉丝也有 对非常甜美 然后梦幻清新 很有气质漂亮的女生 然后可是他讲话都很温柔 可是细读他的文章的时候就会发现 而且他作者介绍有些他是用笔挡手术刀在帮大家诊断爱情这样 他就是其实真的有时候会突然说一个屁欲啊 或是一个说好像觉得哎呦 这样子啊 就是还蛮 很直接 对很直接 然后一点点尖锐 就是跟他本人有反差 是 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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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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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你之后的人生规划呢 还有第二本书吗 一定会有的 相信一定会有的 然后也很开心 就是借着亲爱的孩子说 幸福这本书 跟大家见面 然后希望之后 我们可以在各式场合 与读者相聚这样 那听众朋友心非 也有他的粉丝页 在我们的节目预告里面 也有他的粉丝页连结 那听众朋友有兴趣 也可以连结到他的粉丝页 其实你每天几乎 都会定期发表一些小感言 对 然后短短的哦 还蛮适合现代人看的 因为现代人好像我觉得 很难看很长的文章 对没错 不然就按个赞就跳走了 没时间看 所以短短的一帧见学 反而会让现代人 很适合看你的文章 我觉得 对谢谢鸡明哥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 这边为您介绍的是 亲爱的孩子要幸福 写一文化在三月所出版的新书 今天非常感谢心非跟围棋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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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快乐只因为太难看的事情不要停 我自问没有不快乐的勇气 我好幸福 我好幸福 是你的爱情没有答案 还是我很有问题 你对每个朋友都那么珍惜 是我的世界太小 还是你的世界太拥挤 你的贸易有我陌生的气息 如果快乐只因为太难看的事情不要停 我自问没有不快乐的勇气 我好幸福 我好幸福 好幸福 如果快乐只因为太难看的事情不要停 我自问没有不快乐的勇气 我好幸福 我好幸福 好幸福 我可以死 我好幸福 好幸福 我好幸福 我好幸福 感谢观看